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这个游戏的话也不用我多讲名字吧 你们大致上都应该知道这个什么游戏哦 就是幻影追逐者 当然我经过我的一段时间一直有去玩吧 我大概已经知道它的所谓的类似玩法 以及它的那些就是 就是它的一些小技巧在当中 然后现在由于它现在有一个副本 其实这是我分享 这是我要分享的 就是会发布视频分享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那个八风特 听好哦,就是它这个 等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哦 就是它的这个特殊 看到吗,特殊任务这边哦 这个特殊任务哦 我已经将它完成了 而且我是用这个的方式来一直不断的制造八风特 因为你要知道哦 你要就是重复的 一直不断重复的制造五星的八风特 才能和你就是自己的五星八风特 就是说所谓的那个叫做 深进阶吧 进阶哦 应该不是进阶,应该叫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这个角色这个地方哦 然后应该是叫进化吧 进化吗? 进化应该不是哦 还是叫突破对吗? 对,叫突破哦 看到这已经是我制造的哦 这个是加三四星八风特 这是我制造出来的哦 然后当然这个的话就是你只要一完成哦 你听好哦 你只要一完成那个八风特的那个 八风特的那个那个特的特殊任务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五星的八风特 就这么简单 五星哦 你随着去 你只要合成 你只要随着去合成 做的任务去 你就可以有一个五星了 当然五星的当额 他还会送你多两个 就是五星的八风特 也就是说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的哦 你就可以就是 一百四 一百八十几哦 因为五星过后的 你每加一 他就可以升多四十个等级哦 他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是属于比较蛮数字化一点的吧 所以他这里的话会比较难一些些哦 当然像我所有的角色都是五星的了 五星 其实要拿五星角色其实并不难吧 你只要在就是说 就是冒险这边哦 冒险给你们看一下哦 你知道在冒险这边 你打到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困难模式后 你就可以很容易拿到五星的角色 因为你每当打完五个五关过后 他就会给你一个五星的角色 看嘛这个白狐自责五星哦 怎么怎么辨认他有个五星 他五星的话 你看他的角色旁边 他的那个 你看到吗 这个格子旁边就有一个黄色的 黄色的线显示 这个就是五星的 当然五星的我现在也拿到了不少哦 其实五星拿到不难哦 只是前提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要找多一个五星的来跟他合 就不简单哦 当然他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怪的地方哦 你们知道这个角色吗 这角色如果你有用的话你一定知道哦 他是一个三星的角色 可是我把他升到了两百集过后 我给他一个进化过后 他就变五星了 他直接跳过四星那一环了 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以为三星完了过后 还变四星 然后再五星 但没有哦 我给他的一个就是所谓就这个哦 我给你们看一下 顺便 顺便我也一次过给他进化吧 如果我有足够的金币的话 因为我感觉上金币好不够用哦 这个游戏 让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他的角色这边哦 你看哦 这个进化 这个就是所谓他的进化哦 这他进化很简单哦 四万八哦 不够哦 你只要有一个这个 就是所谓的那个进化的那个怪 然后你就有这个 你就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进化哦 当然如果按这个四万八进去进化的话 他绝对会变成五星 这点就是好奇怪的 他他原本就是三星的 怎么可以在一瞬间变五星 这点让我纳闷哦 所以我现在 而且现在我不是已经有 就是五星的八风特了对吗 我现在一直不断透过这个哦 也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特殊副本 来就是制造 我希望可以把那个八风特升级到更强哦 但是制造的过程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哦 你们看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回忆 他的这个记忆碎片 十哦 他有显示你可以拿到就是所谓的那个 你看 这个就是五星的八风特哦 但是我我可能可能确定的告诉你哦 你花上一天的时间 你也未必可以拿到一只 因为我本身已经打了 不知道上上白场有了吧 我一直花宝石一直买肉 因为你只要花一个宝石 你的肉就可以满了哦 我一直重复不断的打 我都没拿到这个五星的八风特哎 我只能说你有点骗我吧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我也就示范一次 我让你们看一下 这是180几八风特到底有多强 其实180几的话 他威力也很不小了耶 是蛮强的说 我只能这样讲哦 真的很强哦 让你们看一下他的威力哦 当然这个副本的话 可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到14号啊 如果是的话 他跟另外一个副本是一样的话 到14号 我觉得我有机会哦 让我的八风特满击哦 如果没有的话就基本上很难哦 而且还打这个就算你拿不到八风特 他都会有一个记忆给你哦 记忆碎片 你只要有那个记忆碎片的话 你就能够制造出一个八风特哦 但是费用很不小哦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哦 然后你制造来的目的是什么 用意何在 用意就是拿来 让他四星变五星 那么就这么简单哦 四星变五星了 过后 你才能够和你这个五星的八风特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突破 不然你是没有办法突破了 因为四星与五星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看吧 不强吧 这是他的那个威力哦 他威力所在哦 也就是四星 五星八风特哦 好强哦 我只能说他好强哦 只是唯一下遗憾的是哦 他现在要制造 一直要不断重复的制造 你制造了一个 他最多只可以给你加一 加一就是四十个等级 过后你又要再造了一个 又再加一又四十个等级 其实还蛮繁琐的耶 还蛮繁琐的哦 就是说 这只锁碎的事情 一直重做的话 还蛮累的耶 OK 去晕吧 你看我的那个 要割了耶 所以我希望快点快点回血哦 因为我的那个 那个娘娘会回血 快点回血 快点回血 不然你就刮了哦 快点回血 OK好在哦 来得及回血哦 看这是他威力所在哦 不强吧 解决哦 也就是这个哦 我现在一直不断重复打的 就是这个副本 原因只有一个 我不断拿 就算我没拿到八风特 我也可以拿到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碎片哦 让你们继续看哦 仔继续看哦 他一定会给你哦 总之一定会有一颗就对哦 看嘛 就是八风特的记忆 就一颗哦 你有这个的话 你有这个的话 你就能够很简单的 就可以制造一个八风特出来哦 当然 他每完成一个两百级 两百级哦 就是四星满的八风特 就需要六只哦 六只八风特哦 不简单哦 我只能说 如果叫我炒算一下的话 我现在才加二哦 如果我要加 我就要多八轮吧 因为他居满 可以到加十 加十的话 我基本上我下八六四十八 我还得多四十八只八风特的 除非我一直可以拿到这个 也就是这个角色哦 这个角色可以直接可以帮你哦 要进阶那边哦 进阶那边哦 哎不是进阶对对对 我一直搞错了 因为这个东西还蛮乱的 你看 就是除非我一直拿到这个 就是这个角色哦 就是这个女巫哦 如果没有的话 我必须要八风特对八风特 我才能够进行 就是所谓的这个突破 不然是没有办法的哦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他一直讲我完成 我到底完成什么 我不明白了 我有完成什么东西吗 我感觉上没有哦 让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拿什么 其实啊 这游戏还蛮不错的是 他最近就是刚开始 可能因为是蛮新的游戏吧 他在他送你还蛮好的 只是给这个游戏一个建议吧 他的金币太难赚了 金币好难赚哦 而且你需要合成的材料 全部都要用金币 而且不便宜哦 我只能说真的不便宜哦 所以就希望他可以在这方面的话 注意说稍微改进一点哦 而且我很难确定哦 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很快哦 我已经很快就可以拥有一个 就是加三的八分刻哦 因为你看你看你看 他加三了对吧 加四就加四加五 看到吗 加四加五 但是但是我现在唯一输在哪里呢 我就是没有金币哦 而且我已经用完所有的方式哦 我已经可以把能用 能赚的金币都赚完了 就是没办法哦 金币还是少哦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特殊任务 一定要做 记得一定要做哦 但是打起来真的很难哦 我只能说 因为万事起头难吧 我刚开始打一的时候 我真的打到好吃力哦 因为你们注意看哦 看吗 你不要看九十一哦 他起来也不简单哦 只能这样讲哦 然后当你一打到十了过后 打到十我很听好哦 你八分特准 准已经是可以刚刚好就 已经五星了 这是绝对的事情 这是绝对的事情 绝对的事情哦 当然 他的这个首次 你首次打完这个第十哦 就是这个八分特记忆碎片十 他送你一个五星 首次打完哦 他送你一个十 送你一个一只 然后还有这个 你完成了三十颗星 他也会送你一只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你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你就会和我一样 有一个一百八十几的八分特 五星哦 听他五星 一百八十八分特哦 当然之后你还要的话 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你进来打你可以拿到五星的话 就恭喜你哦 不然你就得像我这样哦 因为我本身 运气不是很好哦 我就是不一只不断的 要重复的做 重复的完成 重复的一只不断的完成哦 才可以有办法 升就是 就是来一个 来我给我的八分特升级 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里的话 要分享的 也是分享完了哦 总之很重要哦 再一次强调哦 特殊任务必须完成哦 你完成了 包你不会后悔哦 所以只能说你别看我下降哦 我已经卡在困难的第六 第六张哦 我打不过 虽然说我已经全部都是两百 全部都已经是五星以上哦 但是说真的 第六 第六就是冒险的 第六哦 第六张哦 困难模式 我打不赢 所以 能分享的就到这里吧 当然这游戏的话 我继续发布视频哦 所以 你们就等我下一个视频吧 也谢谢你们收看 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